2024年这餐饮则是越来越难干了 很多老店都已经坚持不住了 很多新店呢 还一个一两个月开始转让了 今年的必胜客客单价下降了是11% 瑞幸今年的财报呢 是亏损了8000多万 包括你像这个香马克 整体的销量下降了12% 今天再想在餐饮市场里边 就靠这种低价卷 很难 起茶用了卷之后4块钱一杯 香马克9块9一杯的咖啡 消费者呢 对这种低价野流的活动 基本上都已经麻木了 今年啊 想在餐饮市场里 有一些突破的老板 第一个要提高自己的认知 第二个一定要拥抱流量 回归产品 在这上面去找突破口 如果说你还是觉得说 哎餐饮市场什么时候能回春 回到像以前这样的感觉 有这种想法的就抓紧关门吧 这玩意会真的量了大中午的 常规商场生意最好的 富一楼每次成都没杀人 闭店的占了一大半 茶盐都不排队 谁到谁买 一楼到顶楼折算下来 看业和观点的不夸张的说 一半一半吧 单纯的我看到微蓝 还以为真的只是在业态调整 老上新商家就要入住了 直到我问了下 某店里的服务人员 才知道是生意不好 很多都必电了 难怪我说 怎么看呢 明明这边店家开业子呢 那边店家还有个围挡 谁那么好 还要一个商场开俩店不成 清华来偷简历都不要 今年没找到工作 真的不怪你 我最近真的新招聘一个岗位 然后投来了一个 清华本硕的候选人 然后业务一面二面过了 三面给挂了 业务领导说啥 他做的这个A方向 和我们公司做的B方向 方向不一样 其实这个A B 两个方向就是非常的相似 然后你学生能力强上来 就能上手 但是呢 他拒绝了 我就心想 你连清华本硕都就 你想要什么样的人 我说以后再也不会 有清华北大的来了 结果怎么样呢 第二天又投来了 一个北大的硕士 人家这个北大的硕士 要的又低 工作经验又足 而且很对口 现在人才真的太饱和了 现在饱和到 人选太多义务的 眼光越来越挑剔 这当代社会三大怪 满大街朝气蓬勃的老人 垂头上气的年轻人 躺平起不来的中年人 他说打工人的尽头是送外卖 中产的尽头是开滴滴 创业的尽头是负债 老板的尽头是老赖 看着最近两年 报考公务员人数不断攀升 那可想而知啊 整个市场的就业压力有多大呀 你说实体行业和传统电商行业 市场行业都不好 财人呢是有情可原的 就连锡能源领域都开始大量的财人 前几天特斯拉全球财员10% 理想员工总人数才3万多 这两天财员就高达了5000多人 都派了保安在大门口站着了 据说实际的数量可能达到万了 网上有人看完要说 你看一个公司发展的好不好 赢不赢利 你都不用到天然茶上去看 你就看老板在不在公司 你就看那公司门口的 公安配着的数量就行了 理想终究是理想 未来未必有未来 上气已经不见下气了 经济下行是客观趋势 消费降级已成必然 我们老百姓记住一点 只要有人跟你说 钱不是攒出来的 那是花出来的 你要靠钱生钱 你二话不说 你直接给他个耳光 吐口痛吗再走 发现没有 今年是招人难 找工作也难 很多地方都出现了 以下五种现象 一 学历贬值 以前大专生 可以就业的岗位 现在都需要985211 甚至需要研究生 二 曾经的基础岗位 突然涌入很多高学历的人 三 公司的制度突然完善 开始抓口琴 抓绩效 扣工资 四 招聘越来越讲究 一人多用 岗位职责越来越模糊 五 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开始追求 国习体制内的稳定收入 年头找工作 比找老公还费劲 又不想进场打螺丝 服务员工资又低 文员又不懂那些函数统计 客服打字又慢 更别说盲打了 财务又他妈的不会算账 做前台又他喵的人太丑 做NCR呢 又不会画大饼 做主播又没啥才艺 做销售又他妈的没口才 送外卖又他妈的路吃 做保安吧 咱又不扛揍 总之 找工作就是他妈的 大水缸里捞芝麻 南上加南 南上南呀 这就是黄色居然之家 黄色居然之家 没人哪 都没人 你们知道这个广场 之前是什么厂吗 你们知道吗 这个厂是我当年的厂 这厂是三环有限公司 你们知道吗 是我2021年上班厂 我多么羡慕 多么想那个厂啊 可惜 被拆了 被拆迁了 你们还记得吗 三环有限公司 现在这个商场 现在干什么 说实话 见到这么大个商场 又没人光顾 寥寥无几 还说不见 还说跟当年一样 多好嘞 那个厂 就拆迁了 我那个时候 就走了 其实挺响的 但是冷下超市 超市里没人 说白了 你看 东西挺清晰的 但是没人 老板 怎么办呢 最后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今年大陆的端午节 假期电影市场 表现极为不佳 总票房仅达 3.83亿元 相比2023年端午节的 9.1亿元 几乎腰斩 是近十年来 表现最差的一次 而由刘德华 兼致并参演的 芯片谈判专家 预计亏损 将超过5000万元 虽然今年端午节期间 上映了许多中外芯片 涵盖了喜剧 动作 悬疑和动画等 多种类型 单位能出现票房爆款 据官方数据显示 2024年端午节 当期的电影总票房 为3.83亿元 吸引了约962万观众 其中票房最高的电影 也仅勉强突破 一元大关 即便是官方媒体 新华社 也不得不承认 今年端午节的票房 表现低于预期 业内人士指出 今年端午节的票房 虽有众多芯片上映 但缺乏能够带动 市场热度的商业大片 相比之下 2023年的端午当 消失的他一片 就贡献了高达5亿元的票房 回顾2018年端午当 票房同样达到了9.1亿元 其中侏罗纪世界案 就贡献了7亿元的票房 据电影数据平台 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 截至6月11日2022时 今年端午当单日票房冠军委 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 单日票房突破670万元 排片占比19.1% 虽然其各项数据在同期芯片中领先 但优势不大 上映4天 累计票房刚过1.08亿元 而扫黑绝不放弃 以645万元的单日票房 位居第二 排片占比17.8% 相比之下 刘德华兼职并参演的谈判专家 表现不佳 据网一号文章分析 截至6月11日22点 谈判专家单日票房为499万元 排片占比下降至12.6% 上映4天 累计票房 仅9640万元 文章指出 由于6月中下旬 将进入暑期档 届时 有多不重磅大片上映 排片不佳的谈判专家 最终票房 难以突破1.5亿元 按此计算 该片将亏损超过5000万元 成为今年端午档最大的票房惨案 评论指出 为了提高票房 片方频繁使用刘德华的名号 进行宣传 海报上 监制的名字 比导演还大 可以说 刘德华 或这部电影尽了全力 甚至押上了自己的金字招牌 但最终 未能挽回票房的颓势 此次端午节票房惨淡 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消费降级 和市场信心的不足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 老百姓的收入增长乏力 消费意愿明显降低 许多家庭 在面临不确定的经济前景时 更倾向于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电影做一种娱乐消费 自然首当其冲 受到影响 此外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波动 就业市场的不稳定 以及通胀压力 都在不同程度上 压缩了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 尽管政府多次出台 刺激消费的政策 但效果似乎并不显著 消费者信心不足 导致他们在面对消费选择时 更为谨慎 这直接反映在了电影票房的表现上 刘德华的新片 谈判专家 虽然有明星效应加持 但在如此消费环境下 依旧无法吸引足够的观众进影院 这不仅仅是影片质量的问题 更是当前消费环境的真实写照 未来 要想提升电影市场的活力 需要的 不仅是优秀的影片 更是整体经济环境的改善 和消费者信心的重建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们的话 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 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